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 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 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节目主持人神友中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神友中时间 我们今天节目要延续上个礼拜 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的主题 是关于东北亚最近变化非常的快速 然后彼此之间的这个高层的互访 或者是领袖级的对话也持续在进行 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8月18号 进行的美日韩的峰会 然后除了美日韩峰会以外 我们的这个副总统赖清德也过进美国 然后也对于台美关系 或者说对于整个东北亚的局势来讲 产生了一些影响 另外我们也看到在南韩的这个部分 也有意来促成中日韩的这个峰会 那么中国给予了正面的回应 那么日本也是正面一带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在这些领袖级的这样子的一种高层互访 或者说双边的三边的这样子的一种 陈峰的会议背后 那么到底对于东北亚的局势来讲 甚至是对于两岸关系来说 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 那么今天节目现场很高兴为各位来宾 邀请到的是 开南大学陈文甲 甲哥 非常娴熟日本的这个议题 也非常娴熟两岸的这个议题 最近也写了一本专书 就是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全世界都有事 我们欢迎甲哥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是我们非常欢迎甲哥到节目现场来 那么在一开始想要请教甲哥的 就是说刚刚提到的 在整个八月初看起来 东北亚的这个领袖互访的这个情况 非常的频繁 先提到说就是八月初的时候 日本的这个前首相 马胜太郎到台湾来做访问 然后接着八月十八号的时候 美日韩的这个峰会 然后前一阵子我们也看到 这个我们的副总统赖清德过进美国 那接着呢 可能在九月份的时候 也会有所谓的日中的领袖会谈 甚至于是韩国也在背后 希望能够去推动 所谓的中日韩的三国的这个峰会 所以想要先请教甲哥的就是说 您怎么看待这一连串的 这些领袖级的这种政治人物的互访 他到底对于东北亚的局势来讲 产生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 对于两岸关系来说呢 又怎么样去解读说 这些国家在背后怎么去看待 两岸关系的一个发展 台海稳定的一个发展 尤其是在这里面来讲 东北亚我们当然要看待 就是日本跟韩国 所以不管中日韩也好 美日韩也好 日本跟韩国都在里面 那不管是中日韩 或者是美日韩这两组的 这样子的一种三边领袖的会谈 到底对于东北亚的局势来说 代表什么样子的一个意涵 怎么去解读呢 其实呢 你看这两个对照组嘛 一个是美日韩 一个是中日韩 那日韩都有 显得意见呢 每一个国家都是要 企图在国际上 又有他的话语群 跟他的这个主导权 那我觉得是从这角度来看呢 也不会意外的是 其实在一个国际关系里面 充满了太多的算计 就是这连横跟合纵 那其实呢 各有各的这个想法 其实有时候美国的利益 不代表是日本的利益 也不代表是韩国的利益 因此呢 他们总是在这个企图在这个所谓对抗中去对话 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围堵中去接触呢 其实呢都在凸显一个在国际关系里面呢 就是要图求他的这个所谓的利益极大化 跟安全极大化 那我认为说跟美国在一起 日韩跟美国在一起是要追求他的安全极大化 因为呢 美国现在毕竟还是世界的 不管是军事的强国 竞技的强国是外交的强国 对 此外呢 对日韩对中国人的话 他也认为是中国 因为有地缘跟所谓的经贸的一个利益关系 跟一个所谓的一个伟妙的关系 所以呢 他们也必须 在利益极大化的时候跟中国靠拢 所以我们这样来讲就是 就不难理解到 其实日韩为什么最近呢 又要跟美国谈 又要跟中国谈的理由 我想也是能够凸显说 他们就是要追求 在这个安全跟利益上的一个极大化 然后此外呢 也能确保 因为确保这个岸田他的支持率 还有包括隐形的支持率 因为毕竟呢 民主国家嘛 这秩序是很重要的 对吧 因为这个虽然韩国是一任而已 但是实际上他要确保 他的这个执政党永续经营 对 然后岸田呢 他确保他是是不是可以做完 然后是不是延安下一任 对 所以都有各种 不管是国家 个人都有个人的想法跟利益 但是我是比较严肃来看待 其实美日韩 我们这次观察 他在18号呢 在大卫营 那我想说这个是呢 拜登他2021年的 这个1月就任以来 第一次在他的这个大卫营所举行的 那显了一件 他对日韩是非常重视 非常重视 那为什么重视 其实日韩 在这个美国的一个所谓的 世界一超的国家的一个地位上 他当然日韩是跟他是最为紧密的 对 因为毕竟是一个军事同盟 那当然还有菲律宾 那菲律宾不在今天节目上 我们就不讨论 就讨论这个日韩 所以他们这次呢 我们观察到几个重点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要去 军事的一个框架 新框架 到底要什么去做一个军演 因为我们知道军事是最大的威责力量 不然其实外交 对不对就是讲讲讲聊一聊 但是军事才是最大的威责 那此外呢他们也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去加强 他们的这个机密情报的分享 因为情报特别重要 因为情报是先战之战 然后此外呢他们是网路领域的合作 因为毕竟现在是不管是AI 不管是这个网机网路等等这些 甚至太空就是合作 那此外呢他当然还要一个经济安全合作 因为尤其这个美国呢 他为了要有效的 拜登去继承这个川普的一个中美科技战 包括现在都是要所谓的降风险 降依赖然后去风险 讲难听就是去中国话 去中国话因为这样子呢 才能够让美国优先 让美国就再富起来 对不对所以这看起来呢 其实这个部分就是又可以军事 又外交又经济的一个三位一体的 就是一个联合来促使中国呢 能够乖乖的就范 不要再是用拙的霸道用强权 来怎么样 来甚至要去取代美国来在东亚的一个地位 甚至呢我是这么看待 就是说就是一个休斯底德的一个陷阱 甚至一个全力转移理论 就是这美国当然容不许这个中国新鲜国家 在那边耀武扬威 对不对 所以也能确保他在这个印太地区的一个 战略的安全跟利益 确实是喔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整个东北亚来讲的话 就是在美日韩峰会 然后甚至也有中日韩峰会的 这样子的一种举行跟召开 可以看得出世界上的这个重心 当然说俄乌战争的爆发使得整个欧洲的局势 变得更加的复杂 那同时也是看到就是在东北亚的这个部分 那也有可能就是整个全世界的政治跟经济 在这一块来讲的话也变得非常的脆弱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不管是中国联合北韩俄罗斯 或者说这个美国呢 跟日本跟韩国的一种紧密 那也有外界去把它形容为是一种这个 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种两极的 或者是一种准的冷战局势的 这样子的一种对抗 所以对于美日韩峰会的举行来讲的话 可以看成是彼此之间是有共同的利益 那么这个共同的利益 就是要确保经济上的繁荣 或者说地区上的一种稳定 那么对于中日韩峰会的举行来说的话 我个人的解读就会变成说 是想要进行一种风险的控管 还有我们常讲的要知己知彼 那么在美日韩的这个情况底下 是要所谓的知己 那么当然中日韩峰会 就会变成是要知彼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甚至也不排除未来也可能会再看到说 希望能够再跟这个北韩 甚至是跟俄罗斯 也能够有更多的这样子的一种对话 所以在这种对话的过程中 它其实背后可能有比较复杂的 这个意涵在里面 有一些是比较正向的去看待 那么有一些是可能是在针对 就是进行资讯上的一些交换 或者是进行一种风险上的这个控管 好那么接着我们想要请教 这个贾哥就是说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那么台湾当然就是这些 不管美日韩也好 或者是中日韩也好 共同关注的一个台海的一个稳定 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么我们也看到赖副总统 就是在之前也过境美国 到了这个纽约 然后也到了这个旧金山去 赖副总统这个访美 到底对于美中关系来讲 或者说对于台美 还有两岸关系来讲 不晓得贾哥怎么看待 这次赖副的这个过境美国 我想这是赖金德副总统到了美国过境 其实参加巴拉圭总统一个就职 其实看整个新人看起来是非常稳健的 而且其实也是符合我们台湾的一个期望 因为毕竟这毕竟是副总统代表总统到友邦去祝贺 此外呢他到这个美国呢 那也收到一定的这个礼遇 一定的礼遇 当然了他是一个副总统 那显了意见的呢 这个美国呢他的这个接待的规格呢 那当然是不及于我们的总统 那这次也能理解的 一定是副总统 那此外呢 其实这次呢 美国呢也特别的保持 不是很高调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莱夫总统马上就是甚至现在已经在投入 我们这个下届的总统大选 那他总是把这次呢 为了这个美国呢 其实他是采取一个所谓的平衡 一个所谓的不介入的立场 就是因为他尊重台湾的民主选举 所以呢此时呢 他更不会呢 就是用把这个赖清德的格局弄的特别高 为他造势 因为这样显了意见呢 对其他竞选组的候选也不公平 那因此呢再看起来呢 虽然这个行程中呢 并不是特别的 我觉得不是特别的高调 但是实际上呢 在低调中还是比较奢华的 因为毕竟见到想见的人都见到了 然后此外呢 他也能够 赖清德副总统也能够 我看到一张照片 他就跟肖美群群看这个棒球赛 对对对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能够 浮显体现到 此时去呢 除了是官方的活动之外 也包括了这个体育文化 一种多元化的 那我觉得这样子呢 才能让人家这个台美关心呢 要外交突破 在官方突破的这个过程中 也能够呢 在这个民间跟文化上 跟体育方面有所链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堪称相当成功的一个 防美的一个行程 好非常谢谢贾哥的这个分享 所以确实是我们会看到说 在8月看到的这么多的高层级的 这些政治人物的一个互访 不管是这个美日韩的峰会也好 或者说赖清德的这个防美也好 基本上大家都凸显出了整个东北亚局势 包含台湾在内 成为了这个整个国际局势的一个重心 然后同时呢也必须要透过非常多紧密的 这样子的一种对话跟互动来促成更多的 这样子的一种安全合作 然后另外呢也能够促成这样子的一种 沟通管道的一个顺畅来进行风险的控管 好那么想要请教贾哥就是说 那我们也看到就是中日韩的这个部分 那么中国一直以来也都是非常的希望 那个跟日本跟韩国不要扯破脸 那么对于日本跟韩国来讲的话 跟中国来进行一个有效的这种风险控管 然后也是他们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尤其是在韩国在内 他当然会希望说 可能不要因为整个北韩的压力以外 如果又同时面对到中国的压力的话 那可能对于韩国来讲的话 可能也是一个非常无法承受之重 可以去做这样子的这种形容 所以贾哥怎么看待说 如果中日韩峰会一旦真的举行的话 那么中国会把哪一些议题放进去 除了两条重谈会强调说这个台海的问题 不是日本跟韩国能够干涉的以外 那么会不会也要求日本跟韩国 跟美国保持一个所谓的安全距离呢 那当然啦 这显然意见的呢 这个中国呢 希望在这个所谓的中日韩峰会里面呢 有所表达他的立场 第一个当然台海的一个立场 当然他们会是要求日韩呢 尊重他们的尖交共报 等等这些就是要承认一中原则 此外呢他也是希望这个日韩不要去一味去呼和 这个美国的不管在军事外交跟经济的一个围堵 那尤其呢在经济方面呢 尤其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现在经济呢 非常惨 那当然非常惨理由 当然就是一个受到这个美国跟其他西方国家的一个围堵 那围堵当然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经济成长有三个要件嘛 一个当然就是资金 你看外资都跑掉了 对不对 那也不进不去也跑掉 据现在看大概有今年跟去年比了大概百分之九十 少了百分之九十 那你看这个没有资金就比较难去运作经济 那此外还有这个技术 技术就讲了现在其实就一个降风险跟区域 跟这个所谓的区域来等等这些 那此外还有一个劳力的问题 中国的现在就业力 因为这两个因素所以造成后面那个就业力很差 其实差无比 听说最近还取消从许业开始不能再公布了 对清理协业力不能公布 那显然就非常不透明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中国希望跟日韩之间 希望不要跟美国这样瞎起哄 希望能够回到他们原来的机制 就是把中国还是视为他们的工程市场 那因此这个看起来呢整个范围看起来 其实中国还是对中日韩抱有希望 而且在从消极角度来看也是希望日韩是变成美国的一个破口 不然他们太巩固的话就把中国逼得没话走 那我想说这个呢即使又期待 然后其实又可能又让中国又失望 对所以其实整个这个外交局势的这个变化来讲 不只是要看不同的这个行为者 如同贾哥刚刚提到的 每个国家其实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 然后不能够把它完全的绑在一起 然后也可以从不同的议题来看 那即使两岸关系可能会变成说 美国日本韩国甚至跟中国之间 然后既竞争又合作的这个议题 那在经贸议题上面来讲的话 可能中国现在反过来来讲 也不希望这些国家能够跟这个中国所谓的去依赖 或者说去风险的这个过程中 会让这个中国的经济受损 所以这个现在看起来的话 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是变得非常的错综复杂 可能时时刻刻都会有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发生 好 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节目稍后回来 从两岸国际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接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 at 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 at 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节目主持人东海大学神友中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神友中时间 我们今天节目聚焦在东北亚 然后我们刚刚探讨的是在于说 整个8月的上半个月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包含麻生到台湾来做访问 然后接着赖清德副总统到美国去做一个过境 然后接着又看到的是在8月18号 美日韩峰会的举行 更甚至于是在未来的这个9月 我们会看到说包含像是日本跟中国的领袖会议 或者是南韩也希望能够促成这个所谓的中日韩的峰会 所以这一来一往之间哦 这么多的然后高密度的这样子的一种领袖互访 除了看得出来说整个东北亚局势变化的非常的快速 然后另外我们也知道说包含在台海议题的稳定在内 可能都是世界各国所关注的一个焦点 我们这个节目叫做这样看中国 所以我们再聚焦回到中国的议题上面来 贾哥我们在这个第二段的这个节目 我们把它聚焦到中国 所以我们看待的是说整个在东北亚局势 那么敏感或者说脆弱的这个背后 当然都还是因为美中竞争的或者是美中博弈的格局嘛 所以使得东北亚的局势也变得非常的复杂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内部的这个情况 我们观察到就是说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整个中国的经济可能也是受到了美中博弈 或者说受到了这个全世界 不管是俄乌战争也好 或者是许多的国家开始对于中国抱持着一种去风险 或者是要降低依赖的这样子的一种政策也好 使得中国的经济 目前看起来是非常的这个风雨飘摇 那么我也知道说整个在下半年 中国就开始暂停的要公布清年的这个失业率 本来已经看到标破了20而且还不断的提高 所以这些还包含了像是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烂尾楼的现象 越来越越来越严重 甚至也看到的是包含因为气候变迁所造成的洪灾 这些都在在的冲击了整个中国的经济 甚至是冲击了习近平在第三任期的一种稳定的 这样子的一种执政的内部的条件 所以不晓得贾哥怎么看待中国近期 不管是经济议题或者是因为天灾所造成的 这个这样子的一种治理上的这个风险 到底对于中国来说内部呢 它是不是呈现了一种外持内章的这样子的一种局势 我们看一下中国这个经济问题 那我从经济面向来先来提 因为毕竟这个在中国它几个面向来看 它其实都是不OK的 因为毕竟在这个习近平的一人一党专政之下 外行领导内行那这经济崩坏了 我觉得也不意外 因为毕竟李克强之前 总理他还能搞一点经济 现在叫李强一切为命是从 他根本有搞不清楚什么是经济治理 所以现在他我看他没什么角色 都是习近平在抓 但是呢我觉得这有几个困境 当然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 不管是在消费支出的一个疲软 还有房地产市场的危机 那包括这个出口的疲弱 还有包括青年的失业率的创新高 对中国还有一个地方政府在 债务居高不下 这几个部分呢都是在影响到中国的一个经济 那这样看起来呢 这些因素呢来自于几个部分 当然就是习近平一人一党专政的情况之下 当然也是因为意味着这个美国呢 对中国的一个经济外交跟军事遏止的一个 我想是一个奏效 尤其呢为什么这个经济部分呢会这么疲弱 那当然还有一个主要因素 在习近平的主控之下 他搞的是国进民退 他怕这个私有企业呢做大影响到政权 此外呢国营企业是不赚钱的 那当然GDC就不会好 那此外还有当然是美国的军事围堵 那你想这个经过中国围堵之后 他就是他就种这个国防工业清民生死业 对啊 因为都要穿兵独武 像以前苏联时代穿兵独武 要盒子不要裤子 那当然他经济 他把这个钱都拿去 去发展这个所谓的 不管是火箭军 或是一些相关的一些科技装备 那因此呢 当然这些都没有创收 当然影响到这个经济部分 所以我来看呢 其实中国现在呢 存在的是一个所谓的 其实我们讲说外强中干 其实现在是外穷内也干 其实是非常的危险 尤其呢我想 在这整个部分呢 也经常看几个报导说 可能呢 这个情况比这个2000年代啊 那时候的雷曼兄弟还更严重 尤其有些黄地产不振 因为黄地产就是一个烂尾楼 那我来特别解释一下地方财务 为什么会变得不好的运营 因为这个中国的一个治理之下 就是习近平的治理之下 其实他们地方是靠房地产 卖地来维生 没错 那现在房地产不振 没人要买地 没有买楼 那加上在 在十九大的时候 习近平还讲一句话 是房子是拿来住的 不是来炒的 对不对 那大家都观望 说那我就买一点买就好了 那没买就没人 就没人要买房子 没有买房子 这地就是没人要盖房子 然后再加上这个一些债务问题 那银行也贷不到款 所以呢 地也卖不出去 所以当然就是 没有啊去卖地 就财务就很困难 那加上我讲的 由于在这个国际民退 还有所谓中国工房 清民生的过程中 那当然这个整个经济搞不起来 那当然就影响到地方债务 那我们知道其实呢 地方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如果地方没有 好把搞好的话 会跟以前这个 不管是这个苏联也好 那时候这满清的时候也好 地方都乱了 地方这个军阀 十分五裂 就显了一件中国会 这习近平政权 有可能就马上就会崩坏 所以他现在把维稳的部分 放着他最大预算比方还高 但实际上呢 你地方不稳了 这中国呢 其实习近平他能控制 不是这么好的原因 不是中国的控制好原因 因为共产 国家里面之前 不管是习近平也好 之前的这个江泽民到这个胡锦涛 其实他们都是一种善让制 反正做完之后 我下放给下面人去管 而且他当了十年就不干了 你习近平没命的搞 搞到最后呢 外人一道那样 我觉得他早晚会把中国搞垮 确实是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 在过去整个中国扩张性的 这样子的一种成长的这个 这种情况底下 所以虽然强调说 要有所谓的双引擎双循环 这是习近平 对于中国经济的一种主张跟看法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样子的一种双引擎 跟双循环 其实都碰到了问题 对外的部分 刚刚提到 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这种成长 所以使得 这个扩张性指的是说 他对于其他国家的一种野心 包含台湾在内 所以使得其他国家 开始纷纷的对于中国 不只是抱持的比较这个戒心 然后也强调所谓的这种 这种降低依赖去风险的概念 所以他在对外循环的这一块来讲的话 已经踢到铁板 那在内需的这一块来说的话 我们也看到其他国家 可能是通过膨胀 但他通过紧缩 所以在这种烂尾流的情形 或者说失业率高涨的这个情况底下 那么内需的这一块来讲的话 也打不开 虽然人口众多 但现在看起来的话 不只是在地方上 或者说在财政上 或者说是在房地产的这个部分 可能都出现了非常多的这种风险 那可能看起来 刚刚我们本来讲说是这个外池内章 但是贾哥的这个形容 可能就是更套位 就是外面也不好 里面也不好的一个情况 那想要请教贾哥就是 您刚刚也提到维稳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说习近平非常的看重 尤其是在第三任期 他把整个政治安全拉得非常的高 这个政治安全不止对外 甚至也对内 也就是要把他个人的这个统治 变得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种局面 把他视为是优先 高于这个其他的经济成长 甚至也高于对外来说 所以不管是反间谍法的这个提出 或者是我们看到就是一连串的 这种维稳的这些措施 都使得说整个中国的这个内部 呈现了一个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一个情况 那么反间谍法的实施 然后也一度会让许多的这个外资 到中国去做投资 产生了一个却步 结果中国又很快的做出了一些调整 比如说他也寄出了这个 好几条的这些优惠的这个方案 那么包含是要奖励外国到中国来做投资 然后让这个外商可以在中国享有 同等的优惠的这样子的一种待遇 那更甚至于是提到了说 要所谓的讲好中国故事 唱好中国经济 不只要吸引外商也要吸引台商 去做中国做投资 所以不晓得贾哥你怎么看待 一方面又要维稳 一方面又要强调政治安全 二方面又希望外国要扩大到中国来做投资 一下子又要反间谍 一下子又希望大家都要过来 所以到底这个一抓一放之间 到底背后释放出来这个讯息 还有对于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政治安全来讲 到底要怎么去看待这样子这个局面呢 其实呢我们一直一句话 就有权人就任性了 那有讲一句话 有权人就是任性 洗衣米就是有权人就是任性 你看之前的东泰清零 最后一下子大家叫一叫老子不爽 就给你这个所谓坦平不管 其实这个东西他政策的这个摇摆不定 其实我们也看很多例子 只是我其中之一比较明显 此外其实这一次这是洪灾 那洪灾的话 既然刚好遇到他们是这个北戴河的会议 那其实早在8月8就结束了 但是习近平呢都没有出声 也没讲话 他是可能在北戴河时候 受到一些大佬的攻击 但是所以说我不爽不想讲 就任性 所以我看这几个就是很任性的作为 这些政策是要有持续性跟关联性 他不是他可能今天要怎么搞就怎么搞 所以我想这是一人一党专政的一个弊端 那此外呢我是觉得说 像现在他这种搞法 我是认为他会把中国搞垮的原因是怎样 光威武没有用 其实老百姓才是底盘 你大家经济大家都吃不好饭 那不是大家不是造反了吗 造反了吗 那你去围不住的 因为我跟你讲 马斯洛不是有安全需求的吗 一个人就是一个温饱的需求 你都要达不到了 那当然每个人就会造反了 你看最近很多去抗议的 到洪灾的时候 就说因为当初是为了保 为了要保护北京 所以他把洪水全部往周围城市去 让他造成烙汉 我想这个状况就能凸显 习近平虽然他想维稳 但实际上 因为他如果没有顾虑到最底层老百姓的声音 最后我觉得他层之于这个政权集权 也败之于他的政权跟专制 确实是 所以对于这些所谓的这个非民主国家来讲 他的政策的延续性 或者说做出很多 其实看起来有点点相互矛盾的 这样子的一种决策 那就证明了说 他们的这种不确定性其实是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探讨这些议题 主要是还是关注在说 为什么东北亚的这个局势 一下子会看到说美日韩峰会的举行 或者说这一个不管是中日韩之间 也可能会召开的这样子的一个峰会 甚至于是北韩 也有可能是不断的来进行 对于南韩的日本的一种军事安全的一种威胁 其实看到就是说这些非民主国家的 这些扩张性的成长 他其实背后也某种程度来讲 是透露出了一定的程度的脆弱 所以必须要透过一些这种对外的 这种压力的一个释放 然后来形成对内压力的这样子的 一种维稳的一种进行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下子反间谍法的公布 一下子又要招商引资 要说所谓的说好中国故事 然后要唱好这个中国经济 其实都在在的凸显出了这些不民主的国家 他们可能政治安全永远都是高于一切 人民的温饱不重要 然后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治理洪灾也不重要 但是我个人统治地位的一种稳定 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这个也都告诉了我们说 其实在这个国际局势多变的这个情况底下 可能随时而来的都会有更复杂的一些变化 或者是更敏感的一些这样子的一种局势的一个变迁 都值得我们不断的去做关注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的节目内容 我们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到从国际局势 不管是东北亚的美日韩峰会中日韩峰会 外星的副总统的访美 然后一直在谈到了说内部来讲 现在看起来最大的这个不确定性的这个风险跟因子 还有风险的来源就是中国 那么有可能它的这个内需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济 产生的风险呢也都会影响了整个国际局势的一个变迁 节目现场很高兴跟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 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第一副会长 更是国策研究院的这个资深顾问陈文贾贾哥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东海大学神友中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